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是很自卑的 从开始学艺到现在 感觉自己越来越有自信了 身为中华老增号的一员 做毛笔的其中一员 也挺骄傲的 我是郭霜霜 今年38岁 来自河北 是战亦萱的笔坊的一名学徒 致笔有快三年了 致笔的这个过程是很艰辛的 它有72道工序 有重复的工序在里边大概也有上百道 周期大概有十天左右 经过三干三湿分为两大工序 水盆和三座 我主要负责水盆 水盆是从笔的设计到笔头的成型 也是最繁琐和最难学的一个过程 师傅总结了一句妻子真言 眼看手摸心理想 做毛笔它们有一个固定能够的事 就是靠多年的经验 对毛笔的理解去做 笔有似得 尖其圆见 所谓的一个尖 就是我们这支笔收起风了之后 像锥的一样尖锐 其散开这支笔 那么这个尖是整齐的 没有虚风 圆 从笔杆 笔斗 笔度 到笔尖 在十转期间 一定要保持同一个 有一个圆度 不会散风 开刹 发扁 箭 只是所有的毛质 会向着一个方向用力 达到万毫其力 这里面还有一层意义 就是所有的毛一定是健康的 没有受过伤害的 拉出这个弧度来 嗯 嗯 就是踢上楼锅上皮 灯空这个 沾上水给它蹲起了 顶食了它 奇怪的味道 被工具伤到 手啊什么的 这些对于我来说都不能 还是最困难的 就是我面前的那个水盆 水盆里的水 到了冬天 确实是很冰凉的 其实我最怕的是我手受伤 签翘呀 风湿呀 我会怕这些 因为有了这些 我就不能再继续坚持 我现在的工作了 我的左手的十指关节 有一块儿囊住 就是体脑过渡了 在这些工序里边呢 我最擅长的就是皮盖 它铺开的这个距离 正好是这个笔头的一种 长了 收口那儿就会重笔 就容易偏锋 可以把它拿掉 少了就得铺一块 这一款笔呢 是我从学艺以来做的第一款笔 也是由师傅的指导 然后做成了 我是2016年1月份 来到的黛月轩 第一年在前店学习销售和收银 第一次经过笔法 我心动了 就下定决心一定了 要来到这里去做毛笔 那年我36岁 不是有一句话说 三十不学艺 但是到最终笔法还是统一了 2017年1月份 正式进入黛月轩笔法 作为一名学徒 黛月轩 北京就是一个人名 叫戴斌自月轩 1916年 在北京的琉璃城 开设胡笔店 163年了 胡笔产地就是浙江省 胡州市善连镇 所以说叫胡笔 所谓的好笔就是适合自己的 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标准 根据每个人的学识的不同 技术的理解程度 做出不同的毛笔 也就是毛笔的思想 毛笔的生理 身为中华老字号的一员 也挺骄傲的 毕竟是经历了那么多年传承下来的 也希望通过自己 把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毛笔制作 这一块传承下去 师傅也会常说 你们可以多练练字 或者多画画画 去真正地了解笔 和纸接触的这种感觉 1949年建国之后 中南海用笔 是戴越轩专攻的 还单独地给毛主席和周同理做定制笔 看到毛主席这块笔了吗 像这样的狼毫笔 它就比较写行书和草书 这就和主席的性格也很像 它比较奔放 一些学校的孩子们过来比方体验做毛笔 这是什么呀 你这干什么用这个 这个是羊毛 我在垫胎 笔头怎么成型的呀 就是靠这长短的 不同的毛组合在一起的 然后再混匀了 成为一个整体 就可以了 我都会很认真负责地去再教他们 让他们真正地去了解毛笔 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从事制笔会越来越少 从事制笔会越来越少 像双方这种坚持这么几年 确实很少 我们有更多的是有无奈 像一些欧洲人 虽然说他不用我 但是他对于中国的传统技术 是非常感兴趣的 他们对我们真的 甚至是大不过一种赞誉 非常感兴趣的 非常精彩的工具 我从来没有看到它 所以我非常感兴趣 我不觉得它枯燥 我在享受这个过程 放弃我从来没有过 因为这是我想要的 好